这次我吃过一条腿就没了 那些人弄在里面 人家说不行的时候 所以根本不适合一个运动员的时候 我都会把这种转化成一种力量 我用现实来得到更好的答案 1992年 电视当中看到残疾运动员在台上领奖镜头 一晃就过去了 我自己在问自己 我想从领奖台下那个人 当时我记得全体校的健全孩子 最多才在跳一米九 我说我要跳了两米 然后你就开始每一天去练 甩倒在练 甩倒在练 这个目标让我每天起来就有兴奋的感觉 就像阳光和前的造型引领往前走 一米六零的栅栏 然后就跳栅栏 上面有一点的鞋子那件 如果你跳不好你真的会挂在上面 会把每一步的布点量得特别准确 现在练的成绩就接近两米的那样 96年我跳在1994 2008年退下来之后 就没有别的挑战了 你两边不平衡 技术有点测弯 哎呦好 人生不能射线 要永远去规划 自明自己的新的目标 你只要一摇头就会把鱼鱼吹倒了 我的腿就靠我的身体带动我把腿摆下去 只要踩一点坡度的地方反而的力量 就会摸我的腿 每走一步都是往前挪着走的 等我走到快到鱼鱼 大概有50十年 二十几台机缘车就载我两车 所有的车等啪全打开了 所有车的名义 那个太美好了 这个叫什么 这些西纲堆 谁都变成西纲堆啊 爸爸的 人就是应该活在梦想堂 就是应该活在希望堂 就是应该活在脚踏实地 面对目标方程 永不退缩 永不放弃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金啸 中文字幕电影 コミュに不得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金啸 汉